日月谈红茶瓶剑日前在农会登场 今年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全程不开放参观 而为了以示公平 全部的过程将录影直播存证 红茶瓶剑赛 今年总统报名的剑数将近有700件 那因为今年比较特殊 今年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 所以我们的整个活动 我们有做调整 就是我们整个瓶剑的时间 都不开放给外面参观 但是呢我们全程有做录影的直播 所以呢我们会把这一次用得更公正 公开一点 那接下来的部分就是 今年的整个茶来说 整个因为今年在八月份 雨水比较多 所以今年比赛的剑数减少 原因很主要原因是因为八月份的雨水 那到九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整个天气的关系 让那气候整个非常好 所以呢我们今年的茶的品质 有明显的往上提升 而今年受到气候影响 虽然雨水有较多 但整体来说品质是进步的 总官司也提到 除了评审外 工作人员都会戴口罩 而在评比的过程中 也会将茶汤利用小汤匙 摇入小茶杯中 才可以品尝 减少交叉感染 整体的一个品质上来讲 的确就是还是比 去年度来讲都有提升的一个状态 所以相对来讲 它的品质的表现上都还蛮不错的 所以说今年的那个茶样普遍就是 会有比较多的那个清澈感 那可是其实一路喝下来觉得很精彩的也不错 在了并心以外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戴口罩 再来并心我们以前是用汤匙直接搁来嘴 但今年我们就特别用一个小杯子 并心用汤匙跟茶汤搁来杯子 再用杯子来喝来拿来嘴 以杯子就口然后再吐到大干杯里面 县议员王秋淑表示 举办品鉴的目的是为了评比出红茶的品质 相当肯定农会的用心 也希望借由品鉴来评比出最优质的日月坛红茶 今年疫情的关系 所以呢再有一点点的延后来举办 我们的农民报名这次的评比 品鉴非常的踊跃 我们的茶种有三茶还有大叶种茶 还有台18号与台21号四种茶来做评比 在我们的10月23号会公布我们的答案 我们的评鉴它会以我们的外观以及我们的茶汤 来做一些的评比 让我们的农产品我们的红茶能够品质提升到最好 这次的鱼池香日月坛红茶瓶件 结果将在10月23日来开奖 建议员王秋淑也希望 借由红茶瓶件的方式 能够提升整体鱼池香的红茶品质 记者邱平易 鱼池采访报导